周六一早台北市飄起毛毛细雨 尽管山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 前一天却未被台湾带来自灾性降雨 原本热闹的金山老街 烟成汪洋一片 店内商品也全泡在水里 截至上午9点50分统计 金山山河两日累计雨量突破600毫米 新北富贵角521.5毫米 央明山M部482毫米 淡水六块错也有389.5毫米 原来这个山头的台风减弱成热带低气压 所带来的外围环流的东南风 然后配合东北风 在北海岸附近一带产生浮河效应 所以导致了就是过去三天 北海岸还有东北角的这个雨势非常的大 前期向局长郑明点表示 信封河绕台湾气流浮河 在台湾东北部海面产生持续对流 给台湾东北角和北海岸带来持续性降雨 他更指出从高空气流可以看到东亚反气旋 开始往南移 约三天前一只高空潮接近 这样的配置很像没预期的形态 台湾上空有高空潮前的这个气流 跟南亚高压由西北往东南走的气流 产生一个很好的浮扇作用 那浮扇作用就是非常有利于低层浮河 然后高层浮扇 这种天气形态呢 就是非常有利于就是近地面降雨的情形 虽然这大雨是已经过去 但周末北部仍有零星短暂震雨 下周一周二除了中南部之外 其他地区也都有降雨的几率 外出可别忘了 攜带雨具 明新闻送不到 COVID-19来势汹汹 明市新闻为您提供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自选50 自选20 加入明市新闻台